大陆H7N9禽流感疫情开始向北边扩大 令人担心用下后疫情是否会更加肆虐 大陆官方报道专家称 H7N9病毒耐冷不耐热 对此香港专家表示 明年流感有两个高峰 七八月的规模会比冬天感染规模小 但是H7N9的禽流感特性还没掌握 因此仍不能大意 中大儿科学系副教授韩锦伦认为 目前大家对新的H7N9禽流感病毒的特性 尚未完全可以掌握 一般而言流感病毒都是在冬天比较肆虐 同我们观察每年的流感类 革命流感尤其是 通常我们常常都说有两个高峰期 一个就是大的高峰期 都是每年冬天 比如11月至3月至4月左右 然后夏天我们说有个小阳春 7月8月的规模通常是小很多的 但是以这种新的禽流感 当然那个特性我们不会很支出 暂时 这次大陆80多个确诊个案中 以成年人为主 小孩受感染个案较少 韩锦伦说 所有常见的呼吸道病毒 包括加异症和冠状等 过去几年的记录 都是以成年人感染较为严重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我们所谓成年人的免疫系统 就太过强了 太过所谓好 引致一些所谓自己攻击自己 或者很严重的病发症 攻击自己肺炎等等 如果很老的老人家 我们又说他抵抗力太弱了 所以感染了之后 又控制不住这些病毒的滋生 或者有些其他细菌感染等等的病发症 韩锦伦表示 H7N9禽流感 目前主要是经过禽鸟接触感染 虽然可能夏季传染性比较低 他提醒港人不要接触活加禽 同时鸡蛋要煮熟后才使用 新唐人记者林秀怡香港报道